去年2月份的《財政預算案》宣布修訂香港案正保險有限公司的案揭保險計劃 俗稱波叔Plan 首治人士 可申請最高九成案揭貸款的樓價上限 則由800萬元提升至1000萬元 可申請最高八成案揭貸款的樓價上限 由1000萬元提升至1200萬元 1200萬港元以上至1920萬港元的物業 案揭乘數最高為五至八成 貸款上限為960萬港元 回顧波叔Plan 實施一周年 根據香港金融管理稿 及香港案揭證券有限公司數據可看渡措施的成效 新取用案揭貸款個案中涉及案揭保險計劃的佔比 由去年2月份的預兩成半 26.3%反覆上升至12月份預三成半 36.6% 創有紀錄以來新高 從貸款金額去看 12月份申取用案揭保險計劃貸款金額 佔整體申取用案揭貸款金額達42.5% 同創紀錄新高 另外有關措施推出後 額金21年2022年2月23日至2023年2月22日 透過經絡案揭轉介新申請案揭的客戶當中 涉及案揭保險計劃的申請個案 佔整體個案的45% 按年同期 2021年2月23日至2022年2月22日增加近一成 9.1% 以樓價劃分 樓價1000萬元或以下物業的佔比為88.3% 其餘比重則增加在1000萬元以上物業 樓價介乎1000萬元以上至1400萬元或以下物業的佔比為10.4% 樓價介乎1400萬元以上至1920萬元或以下物業的佔比為1.3% 即1000萬元以上物業佔整體案補申請個案中 由放寬措施前的零增至11.7% 反映 能協助中程千萬元或以上物業的置業人士以較低的首期上車 並促進換樓市場的交投 現時內地與香港兩地復償通關後 經濟活動迅速恢復 特區政府亦預測本港經濟今年將見明顯反彈 料全年GDP增長介乎3.5%至5.5% 另一方面 發展商近期開始積極推出新盤 市場積壓多個月的購買力漸釋放 加上最新一份財政預算案中公布放寬住宅印花稅的稅街 多個利好因素下 料樓市將穩步復甦 同時亦將見價量齊升 而在波蘇Plan協助下 亦可帶動更多買家以高乘數按揭換樓 選用按揭保險計劃的比例將有潛力繼續上升 波蘇Plan可助買家入市 但事前應作出風險管理 並衡量自身購買力及供款能力 選選合適的單位 按摩